我是歌手周深 最开心的是 发了非常非常多歌手的歌 然后能够去到很多很多的舞台 然后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跟那么多的喜欢的歌相逢 最遗憾的是 Beat Black Dog 立了二专的FLAG 倒了 因为它倒了就倒了 它也不是悄无声音的倒了 每天都有人来提醒我 FLAG 倒了 所以我就不立FLAG了 我当时我会就是 会好好的做二专 请开学你的表演 正式访问 你想知道的都有 这次参加东方卫视春晚 感受怎么样 原来我一个一直都 特别想合作的一个梦吧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跟大老师 其实我们俩怎么说呢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大老师 而且我每次也都会通过微信跟他说 大老师大老师 我真的特别喜欢 有没有什么时候合作 然后大老师就会一般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条冰就在吃东西 就是啊对 我们得找机会 合作呀 然后这次能够通过这样一个 就是跟大家一起过春节的方式 这个合作起来 而且也是我一首之前我还挺喜欢那首歌 因为之前说实话也是听着我们大老师 在大台 所以就没有想到就又有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 圆梦的感觉又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为什么回家的感觉 因为我们今天录制的场所 是我之前唱贝加尔湖 拍我们比赛的时候的那个舞台的地方 所以那一下你站在那舞台上唱歌 你就看到位置高高的 你一下就出现了那个画面 然后四位导师坐在前面 然后当时所有的观众在下面听 就那一下你就觉得哇 突然年味就出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但今天来的话就很开心的 因为能够在上面去唱到自己特别喜欢 然后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然后又能够跟自己一直都特别喜欢的老师合作 所以两个心情是完全不严的 那一下你会觉得 我真的长大了 我变强了 我不离FLAG了 后半句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什么 B站有一条2万多赞的网友评论 我没见过市面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 浙生的下一个现场有多震撼 您能评论一下这个评论吗 我怎么觉得 我觉得 说再多都不如直接点进来看 快来看看周深的舞台吧 周深真的很努力 真的很认真 真的真的 不过B站更新 真的不要催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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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上次您呼吁我们B站网友 多给你剪一些帅气的视频 在那之后你有去检查作业吗 觉得大家做业做得比较好 突然开始责备 就是 我就是偶尔会收一下周 偶尔会收一下周深 我也不会收周深帅气视频 这样的字眼吧 应该很奇怪 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 大家开始慢慢地就用我很多 因为我的歌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且风格也会 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会看着 大家慢慢开始用我的一些歌 剪一些比较然的 或者比较抒情 或者有一些我都觉得很意外的 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就非常开心的 比如就是 我有一首歌是 咱们自己贺力华亭 就是中国风的一个歌 叫愿得一心人 然后我看着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 跟国外的影视剧的一个剪辑 我当时那下觉得 哇 就是那种 真的是 破层次的感觉 就那一下就觉得 音乐真的没有国际 就那一下 哪怕你看着就是 欧美人的脸 然后欧美人的语言 但是那一下 你听着中文的歌 一点都不会觉得违和 我觉得那一下就很感动 那个真的剪得很好 还有一些就是 用我的一些歌去剪的 像如《易转》啊 或者很多的 我就觉得啊 像很多东西 但多来一点 我就觉得自己唱歌很有意义 那一下 但我还是要给您看一下上一年的作业 不知道你有没有搜到过 是帅气方向的吗 对 非常帅气 哇 有点羞恥 啊 我平时拍照是这么做做的吗 哈哈哈哈 哇哦 哈哈 拍错错了 刚才那个眼神 啊 我起鸡皮革蛋了 好尴尬啊 哈哈哈哈 而且我真的没有沙拉布哎 像这样相关视频 我该搜什么样的关键字可以看到啊 A爆 茶点 燃 好 现在我们就给你一个A爆 燃爆的采访 但下一个问题是 我不听 走了 拜 新年快乐 哎哎哎哎 爆爆了 麦克风了 啊 小天吃掉了 好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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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您是许愿天花板 因为喜欢的 啊 因为我所有的偶像我都有追到他们 让人自己越来越好 这才是追星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嗯 那最近还有没有其他想合作的人或者作品 其实我一直还有一个小一样就是我其实 没有那么准确的追到的一个心是胡哥老师 对 我跟他最近的距离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大晚会 就是我们一起排练之类的 我跟他最近的距离就是采拔了他的鞋 我跟他最近的距离就是采拔了他的鞋 但唱了胡哥演的剧的ost 四十五日唱了他演的剧 但是 舍得有点多 这个 四都不太够舍的 就是 希望自己继续努力 好 所以你下一次 没有很开心 因为突然就想起了自己跟迅姐录了这个节目 突然开始开心 对不起 对啊 你还上了热搜 是吗 为什么他来自采招 走吧 我这次带了麦克 那目前最想尝试的曲风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有很多机会 或者是舞台能够愿意让我去挑战 或者尝试很多不同风格 所以你要说最想尝试的话 人都有尝试过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我其实对风格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慢慢放下了执念 就希望自己把自己下面练的东西 能够在舞台上也呈现出来 对 然后所以我每一次直播 我都觉得自己在参加歌手总决赛 就我很多的晚会的直播 我都觉得都在参加歌手总决赛的那种压力 但后面就现在又觉得 就希望自己能够遇到越来越多好听的歌 其实歌好不好听 跟难度是不挂钩的 或者甚至它跟风格是不挂钩的 你不同心情会听不同风格的歌 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遇到更多好听的歌 那可以再试出一些二专的最新进展吗 那既然就这样了 我试出一句吧 好了 来了 哇 好紧张啊 周深的二专 第一句 第一句要出来 第一句 嗯 不说再会 您已是听唱过一句 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了 去年您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小白周也登上了很多 up主盘点的2021年综艺名场面 可以再现一下吗 最尴尬的名场 我知道了 现在就是让我再现一下 小白的瑞华特别像过年的说 爸妈让我表演的感觉 我愿意释出二专的第二句 哈哈哈哈哈哈 啊来了啊 哈哈 OK 假装是她说的好了 好一辈子 甜甜蜜蜜小白周 插我一口 喵喵喵 啊 啊 啊 过年了 一定要你送新年礼物给三个人 你会送给谁 并且你要送他们什么东西 爸爸妈妈和生物们 爸爸妈妈 送健康 送祝福 送陪伴 送生米 送舞台 送祝福 送新歌 送关怀 送送送 好消息 好消息 新年大派送 哈哈哈哈 最后给B站的网友送一个专属祝福吧 因为我首先我觉得B站的网友 或者是up主 都是一群 怎么说呢 很有特点的人 所以我觉得B站这个平台它就很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你发现每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 然后又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人 他们聚集在了一起 然后他们说出的话 你看就像弹幕 或者他们做的一些视频 哪怕就是画的一些画 或者他们只是拍一个视频 做一些拼头什么之类的 我都会经常看见我觉得 哇 这么厉害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一群人 都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我想对我们B站的up主们 或者是网友们说就是 无论你现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但是一定是记住那一句 做你自己的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人做得比你好 对 这就是我是真诚的祝福 也是我真诚在B站 遨游了那么多年的感受 因为他们永远就是 你会发现有更有才的人 就是不要小瞧自己 问题盲盒 从网期嘉宾留下的问题盲盒中 抽取一个进行回答 因为之后的嘉宾留一个问题 那哪个盲盒呢 不会是你吧 哎呀 既然你掉下来那就是你了 心累吗 朗哥写的心累吗 不累啊 但是就很久没有见朗哥了 很想见他 我的问题就是 请问 这二根 是吃根 还是吃叶子呢